哈囉 最近夏天又要來了 夏天大家最怕就是 超大超大的太陽 最可怕就是 底妝又要被太陽給融化了 我每次夏天最煩惱的一個化妝問題就是底妝 因為常常剛化好 然後出去一兩個小時 太陽這樣一曬 底妝馬上就融化 就整個很醜 尤其是我本身臉其實就已經蠻容易出油的 尤其是T字部位這邊 所以在底妝的選擇就變得非常重要 我在夏天一定會選 除了有防曬系數之外 我一定會選強調持久的粉底液 我自己也研究了很久 發現兩罐在網路上是最多人推薦的持久型粉底液 一個是開架一個是轉軌的 第一罐是牙絲藍帶的Double Wear粉持久粉底液 第二罐是開架的露華濃的超齒色清透粉底液 首先先講它的包裝好了 這兩個包裝都是玻璃瓶的 所以蠻有質感的 那價錢的部分 這個是開架的要550塊 這個專櫃的要1600塊 所以在價錢上面 露華濃贏了 謝謝 這兩罐都是主打可以讓底妝持久一整天的 露華濃是寫24小時 然後雅絲藍帶是號稱可以撐15個小時以上 目前的話露華濃是號稱可以撐比較久的 等一下就來看看它是不是可以真的撐比較久 夏天防曬系數也很重要 這一罐底妝它有標是SPF10PA兩個加的防曬系數 露華濃好像就沒有防曬系數了 所以這邊是雅絲藍帶略生一籌 然後這兩罐的瓶子設計都是沒有鴨頭的 沒有鴨頭其實很不方便 因為你就是要這樣倒出來 有時候可能用量不要你倒太多 露華濃因為這個我是在加拿大買的歐美的粉底液 它也是沒有附鴨頭的 但是在台灣的露華濃它是有附鴨頭的 所以應該會比較方便一些 好現在我就要來測試看看 它們實際擦在臉上一整天的持妝度會是如何呢 現在我先來一半上雅絲藍帶 一半上露華濃的來比較看看 我現在先用雅絲藍帶這一罐粉持久粉底液 然後上底妝的刷子 是我最近的新歡Sigma F80的平頭粉底刷 這一罐我買的色號是2M1 Desert Beige 是一個底色比較黃的 塗在手上是這樣 然後它有一股不是很好聞的 有點像油漆的味道 對 我會這樣子抵住這個瓶口這樣子咬下來 這樣子一次的量才不會太多 那就先上這邊給大家看好了 我會先這樣點在臉上 它好像比我原來的膚色再黃一點點 然後用這個平頭直接這樣畫圓把它畫開 哇 這個遮瑕度非常的高耶 我自己那時候想買這一罐就是因為它號稱遮瑕度也超好的 才差一層我的小紅紅都不見了 它的質地也算滿好推的 雖然有點稠 但是不會到很乾很難推 然後它的遮瑕度是我自己覺得 史上沒用過這麼好遮的粉底液 這應該是我用過最遮瑕的粉底液了 然後再刀一點在額頭 先上這半邊 鼻子這邊 上一點 它角色膚色也非常的好 目前來看這個粉底液我覺得非常滿意 半邊點上完了 再來另外一邊我就要來用露華濃的這一罐 一樣打開 一樣打開長這樣 然後這一罐我買的色號是150 buff 台灣應該好像沒有這個色號 好像只有三個顏色 這個顏色我買的有點偏向壓白 先把它倒出來 長這樣子 這個顏色明顯比剛剛的還白 好像有點太白了 不知道上上去是什麼 然後它的味道也是不太好聞 也是有那種油漆味 這兩罐很多人在網路上跟它比較 好現在把它推開 我覺得它推開的質地有比剛剛的還乾一點 好像沒有剛剛的那麼的滑那麼的好推 但是它的遮瑕度也很高 然後 哇 也是 一下就把 那些毛孔什麼的都遮得很好的 哇 網路上就很多人在比較這兩款粉底液 因為它們的功能非常的類似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會錄它們兩支的比較 今天我也要來試試看 這兩個到底差在哪 畢竟如果效果差不多的話 大家應該會想要去買這個 因為它的價錢便宜了 快三倍 這個色號好像有一點點太白了 但是我雅思蘭帶的又好像又太黃了 我之後可以把它mix在一起用 好像在刷油漆 因為它們的遮蓋力都超好的 一畫過去那個 臉上的瑕疵就不見了 連黑眼圈都遮得很多 基本上如果你黑眼圈不是很重的人 根本不用再另外上遮瑕膏的 現在兩邊臉都上完了 目前來看兩邊的妝效我都非常喜歡 而且它們的遮瑕度都一樣好 那我是覺得 露華龍這邊有比較偏乾一點點 但是說不定比較乾會比較持久也不一定 等一下要出門一整天 然後撐個大概八小時 再回來跟大家報告 我粉底持妝的程度如何 那我們就待會見囉 嗨 我終於回到家了 現在已經是晚上的十點鐘 距離我早上上妝的時間已經超過了 八個小時了 所以現在底妝已經幾乎是撐了一整天的狀態 然後這中間我完全沒有補妝也沒有吸油 我們來看看現在皮膚是什麼狀況 現在放大看 兩邊都有一點出油 然後鼻翼這邊都掉得滿多 因為我過敏然後一直吸鼻涕 毛孔也有一些地方已經有點膚粉 總體來說兩邊的掉妝程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發現這半邊的臉浮粉比較嚴重 這半邊是那個露滑濃的 然後鼻翼因為我型鼻涕它脫落的區域也比較大一點 相較於另外一邊的話 這邊比較大 但是大致上我覺得兩邊的表現都非常好 都已經一整天下來可以不用另外再去補粉 能撐到現在像這樣已經還不錯了 所以今天的結論就是 這兩瓶粉底我都非常的滿意 滿分10分的話 雅詩蘭黛我給它9分 露滑濃我給它8分 因為它浮粉的狀況比較嚴重一點點 但是其實兩個都是非常接近的 如果大家想要買持久的粉底液 又有預算的考量的話 就可以買露滑濃這個是個很好的替代品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雅詩蘭黛 因為它有防曬系數之外 它比較貼妝 我個人比較在意就是浮粉的問題 如果你皮膚沒有那麼容易掉妝的話 露滑濃其實就已經非常OK了 因為我自己超容易出油的 希望大家在夏天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粉底唷 之後的夏天特輯會再跟大家分享 更多夏天好用的化妝品 還有夏天的妝喔 也記得可以去follow我的Facebook粉專領 Lib&Cheek 乔喜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